注意看 这个女生叫安娜 为了喝上一口牛奶 在大冬天的户外挤奶牛 几块钱就能在超市买到的牛油和奶酪 她却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零动手做出来 你绝对不会联想到 你眼前这位穿着腐素 靠双手辛勤劳动的女人 是个顶级富二代 她曾经是选美冠军 她的老公也是个富二代 她爸爸是美国好几家航空公司老板 身家破18亿美金 明明是驾进豪门 过好日子的剧本 为什么现在却住在乡村里面 过着最淳朴的生活 然而安娜绝不是特利 因为还有很多有钱 甚至世界顶级富豪 她都有相同的怪癖 他们喜欢装穷 比如身价上千亿美金的巴菲特 她还是住在60年的老家 每天吃3美金的麦当劳早餐 脸书的老板扎克伯格 只穿深贵的T恤 去公司开的车还是本田的 马斯克卖完所有的豪宅 住进37平米的小房子 还有香港的李嘉诚 带了10年的表 竟然一千美金都不到 你以为这些身价过亿的富豪 真的是纯朴素节俭而已吗 那你就太傻太天真了 今天这期影片呢 我不仅要揭开有钱爱装穷 背后的秘密和骚操作 还要告诉你他们是如何靠装穷 赚得盆满钵满的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很努力工作了 但是收入却依然卡在贫穷的线徘徊的话 那这部片你一定要全部把它看完 因为你只要搞懂了 有钱这些背后的骚操作 不仅你能够 掌握住财富积累的密码 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倒推出 他们从临成功的根源 把同样的观念 也套用在你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面 那你就会发现 钱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直接飞进你的钱包里面了 嘿 我哮喘 在这个个体创业时代 帮助你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络事业 实现你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记得去年有个大学同学 他还跑过来跟我借钱 我当时觉得超惊讶 为什么别人借都不惊讶 他惊讶是因为他的朋友圈特别的精致 刷到的一直都是那些出国旅游 高级餐厅打卡的生活 几乎每个月都能够看到他上台领奖的动态 我当时就想 哇 那他肯定是大学那圈人里面混的最不错的那几个了 而且呢 他在找我之前 前一个月他还发了自己喜提心策的动态 那我就在想 这样的人不至于落魄都要找人借钱吧 所以我就打开天窗直接问他了 后来呢 他不得已才跟我坦白说 原来呢 他平均月收还不到1500美金 现在家人需要动手术了 他实在没办法套不住钱来 才过来问借钱 他原话是这样跟我说的 佛靠金庄 人靠衣装 原来那看起来月薪 起码一万美金以上的朋友圈生活 都是人设 豪车呢 是十几个姐妹一起花钱租来 周末轮流拍照的 什么旅游 高级餐厅花的也不是自己掏的钱 有些甚至是从淘宝买回来的图片素材而已 只要你看起来有资源 有人脉 有价值 自然就有人想接近你 装着装着不就富了 唉 这就是一部分普通人的想法 也是这样做 但是 那为什么有钱人反而他还要去刻意装穷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 那说明你可能还不懂拿捏人性 因为人除了木墙以外更喜欢反差感 为什么开头说的富豪他都很节俭 因为他们背后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他们打造一个 他想让你看到的个人形象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非常节俭的富豪 只是因为他很会做公关 顶级的富豪变得很节俭 这种反差感可以抓来 营造一种逃你人心的一个好形象而已 为什么扎克伯格架一个本田 马斯克卖豪宅住37平的房子 他就能够立即登新闻商热搜 因为大众对这些世界顶级1%的群体 他都有一个很深的刻板印象 资本家就是邪恶奢侈且贪婪的 当某一个富豪他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 他制造一种反差感 瞬间就能够提升路人员 然后获得大量的流量了 而是不是许多创始人的形象 跟他的公司形象是绑在一起的呢 是不是就等于说帮公司通过一个形象 就赚了一大票白花花的银子呢 我们就拿FTS公司的老板山姆来说好了 那他呢是今年在币圈闹出一场爆仓事件的主人公 他最标志性的就是一头凌乱的卷发 然后去到哪大场面小场面都永远穿的T恤短裤 这身打扮其实就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假象 他还会在推特上面po他自己睡在公司的照片啊 在采访的时候还故意说自己就是电玩迷 打游戏就是我唯一解压的方式 那一堆普通老板姓看到 诶 这么一个出名的有钱人 竟然那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接地气 跟自己解压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对他的好感度是不是莫名其妙 瞬间的变得更高了 但是呢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被爆出来 原来他的私生活又奢侈 还欺诈挪用投资者大笔的公款 还骗了120万用户 当然我刚说只是个反面的交材 但从这个交材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人们呢都是先从外表出发 从你的衣着打扮来去判断你的社会地位 拥有多少社会资源 你看到那些开豪车带名表的人 你潜意识会不会觉得他们肯定混得不差 但是呢 外表和资源只会让人想要接近你 认识你 还不至于记住你 欣赏你 甚至想要跟你深交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个人特质 特别是你能呈现出一种反差感 更能够留下给对方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好比说吃货的健身教练 爱开机车的美女 喜欢讲育儿的男人 还有像开头提到的富二代安娜 加入豪门呢 却选择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 有着普通遥不可及的条件 却过着每个人都 触所可得的生活 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反差和吸引人的特质 那你说 难道全部有钱人都是为了建立好感 和故意装穷吗 那可不一定 只是他们花钱的地方呢 是你看不见甚至不能理解的 比如说扎克伯格 出了名的灰色衬衫和帽T 他天天穿的看起来都很节俭 很一样对不对 但是其实人家的普通衬衫 是名牌啊 一件四百多美金 帽T一件竟然三千美金 他花了四千多万 把自己家附近的房子都买了下来 然后日常在街上晨跑的时候 也有一班私人保镖跟着一起跑 一年就花好几千万在安保上面 在普通人认知里面呢 像请保镖买很贵的 普通款的T恤 花好几万块钱来只是吃一顿饭 搭身飞机这种都是极其奢侈的事情 但是呢对有钱人来说 如果几万块的一顿饭 就能够让客户 提高你对你的信任感 提高合作的意愿 有机会能够做成一笔大的买卖 那这笔钱就是一笔投资而已啊 我曾经呢就听过一个老段子 说的就是 如果比尔盖茨发现路上有100美金 他是不会弯腰去捡的 因为在他弯腰的那一秒 就已经能够创造远超100美金的价值了 这是因为有钱人的时间价值更高 所以他们的消费认知里面更注重投产比 就像你以为有钱人买高级地段的豪宅 只是为了住的更舒服吗 除了增值保值之外 更像是一张买的入门票 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也买得起豪宅的富人 成为他们的邻居 有机会天天见面天打招呼 就相当于融入了一个新的富人圈子了 有钱会觉得只要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能够带来一定的回报 那这笔钱就是物超所值的 他们也更愿意花钱来去买专业 买时间买资源 投产比看的可不仅是你付出的金钱之后 得到的时间和金钱的报酬 还有体验 这一点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少在物质上面去做消费的 我也不觉得这些东西啊 奢侈品啊什么东西可以代表我 如果说你让我花好几万去买一个包 我真的觉得疯掉了 还别说啊 你可以看到我过去几年 我身上穿的这几套衣服 穿了三年 从创业开始这五年多来 我每天都在卷工作 没有干多少别的 我就是喜欢赚钱的感觉 但是我对物质消费没有兴趣 因为我认为赚钱就是自己能力成长的体现 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能够产生很强大的成就感 然后附带的有了钱之后 也有了更多的筹码 可以让你选择获得足够多的人生体验 对我来说资金投入回事业发展 还有旅行这两件事情 能够得到的价值和体验 是对我来说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的 现在我一个月的收入 就足够让我环球旅行至少五年 甚至在过去的一年多来 我还带了我一些团队一起去了 泰国、香港、澳门、巴厘岛、马来西亚 不同的国家旅居了好几个礼拜 住好的吃好的 虽然花了不少钱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也因此如果跟别人比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会在意说自己身上的东西 能够称托出自己多少价值 有钱人他不一定是在装穷 而是消费认知的差异可能不一样 只是人家花钱的地方 你看不见或者理解不了而已 其实现在人对富裕这个定义 也是在随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改变的 这一点在时尚圈也看得出来 甚至装穷它已经上升成一种精神的潮流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两双破鞋 你觉得他们值多少钱 停三秒想一想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实在太扯了 2000美金哦 因为这个鞋是巴黎市价的 所以2000美金 而且还要是全球限量100双 大家都觉得肯定会被群嘲的时候 结果大跌眼镜的是这种风格 不但没有被嫌弃 还被很多人追捧 网友们都管这种设计风格叫 没前锋 主张的就是脏烂不修篇幅 这背后象征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 一种新的身份主张 在过去有钱彰显身份的方式 他都是穿戴那种稀有昂贵的 奢侈品嘛 但是呢都到了现在了 差不多是人手一个LV包 人手一个劳力士 这些东西已经不足以成为身份的象征了 那在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资源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自由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安娜 她的社交媒体账号 累积全网1400多万粉丝 而影片内容就只是拍摄她在农村劳作 自己自俗的生活 类似的题材呢还有像李子柒的 每支影片也有破千万的播放量 其实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的就是 现代的社会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 其实我是很有感觉的 我当年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就进了一家东京的大企业 你要领着几千美金的起步薪水 当时的童年人看起来 就像是好日子刚起步 但是那段时间呢是我最抑郁的时候啊 我每天上班上到一半 天天就忍不住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望去行人道 看的都是匆匆忙忙的人和车辆来来去去的 我就在想 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又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有辜负自己当时的愿望吗 真正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当下呢我就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 被一个不上不下的钱 捐养 关在笼子里面的鸟 有颗想要飞出去的心 但是现实却把我的身体和灵魂困住了 确实呢在高薪日起上班 生活又精致又体面 但是所谓的有钱人爱装穷 本质他不再装 而是他们早就已经意识到财富的意义 不仅局限于物质的层面 而是精神的富裕 像成就感 使命感 才是他们追求的快乐 物质只能让人惊艳一时 你所拥有的这些财富 势力 社会地位 也只能短暂的碾压一小部分的群众 而且这些都是外在的 而我一直都认为 能给到我们的幸福和满足感的东西 远不及自己的能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来得更长久和深刻 而这个钱 也仅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顺其自然产生的结果 我也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 才能让他们这些有钱人 能够不断的努力奋斗吧 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影片下面留言说 小船 如果你真赚到钱 你还需要出来工作吗 这种信息呢 我看了都懒得回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应该没有真正赚到过钱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觉得只要赚到了钱 就能够撒手不干 每天无所事事 什么都不做 直到死掉 我跟你说 这种生活才是最惨的 就像是巴菲特 他都93岁高龄了 资产多到 钱都花到他从孙子辈都花不完 他还管什么公司 开什么股东大会 马斯克第一间公司 被收购之后30岁年级轻轻 就已经到手1亿多美金的陷阱 他为什么要折腾自己 去做什么特斯拉Space S 还全副身价都投进去 落魄到只能跟朋友借地方住 难道他没事找事吗 恰恰相反 富豪都财富自由了 他还那么拼 就是为了满足更高的 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 他们很享受解决社会更大问题的感觉 而这个钱不过是 他们帮助了多少人解决问题 提供了多少价值 所换回来的衍生品而已 就像开头的安娜和她的老公 明明是城市长大的富二代 去农场生活 有苦又累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和自己自主的能力 就是他们的梦想 他们大可安安静静的 在农村隐居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他们选择把这段心路历程 斗争 跟旅程拍成了影片 放在了YouTube TikTok这些平台 用自己的影响力 去鼓舞更多的人 追求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而其中确实有受到他们的启发 和鼓舞 实现了这种生活的人 这就是安娜能给别人带来的价值 她不仅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她也间接了成就和改变了他人的生活 这种自身价值的实现 就是生命最大的财富 说到这里 我也想问一下在场的小伙伴 如果钱不在你的考量范围之内 那你会选择 A 奢侈铺张的生活方式 还是B 全普简单的农耕生活 你可以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说不定你能够认识到 跟你同频的朋友 这几年来 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 每个人都可以挖掘出自身 帮到别人的能力 利用社群媒体去扩散你的价值 其实这正是上面所说的 自身价值实现的一部分 也是我持续在座 并且鼓舞身边的小伙伴 去做的事情 当你持续的提供你的价值 你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声量 更多的影响力和收入 你也会收到很多用户 对你的感谢 打造一个对社会 真正产生价值的网络事业的 在2023年结束之前 我还想送你两份 或许可以帮助你 做出改变的礼物 第一份就是我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写了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如何从一个日夜奔波的 商门组 是如何透过挖掘出 自己能够帮到别人 去解决问题的专场 在网络上面 扩散出这份价值 让我的人生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实现了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 我相信在网络这个时代 自由的生活方式 透过网络的力量 其实并不难 比如说 你擅长聆听和辅导你身边的朋友 走出抑郁的心情和阴霾的话 那这就是你的价值 或者你很擅长 经营男女关系 情感关系 两性关系 像是遇到那些情感问题的朋友 都会主动找你来去给建议 你是他们军师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价值 甚至如果你的学习能力很强 你曾经靠自己就自学了 掌握像架售网站 剪辑设计 网页设计 这也是一种价值 只要你能够挖掘到自己的价值 要用这份价值 透过网络的力量扩散出去 帮助别人的话 你就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收入了 那这本书在下面的第一条链接 你可以免费领取 那再来 第二份礼物 我有配合价值这本书 延伸录了一节40多分钟的公开课 作为加码的免费福利送给你 在下面的第三条链接 我会在里面跟你分享 我是如何在支持付费这个赛道上面 从零开始建立 拥有破3亿销量的线上产品线 做出畅销好卖的线上产品的底层逻辑方法 都总结了在这节公开课里面了 在下面你可以免费领取哦 那我是小船 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的跟你分享 网络创业自媒体经营 支持付费的知识和方法论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频道 还有呢建议你现在 立即在右下方这里点赞这部影片 这样的话演算法就会知道 你想要吸收这类的知识 未来呢它也会源源不断的自动 把这些知识推送给你 让你不知不觉迭代你身边的其他人的 那也记得follow我的IG哦 那我们过几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